您现在正收听的是《听世界》 本节目统筹策划 陆明 监制 林静 编辑 蜜爱芬 演绎 谢涛 制作 阿詹 孙孙抱回国了 整个孙孙家族重获新生了 在齐国的孙孙家族成员纷纷回国 只留下宣伯一家几口 孤孤零零的都在异乡为异客 宣伯能不郁闷吗?很郁闷 不过更郁闷的事情随后来到了 齐国的太后叫生孟子 其实念歪一点她应该叫生孟子 四十多岁的女人啊 正是如狼似虎啊 自从宣伯从鲁国来了 这个生孟子就天天要问自己女儿的情况 或是让宣伯来问问宣伯女儿的情况 这里要解释一下 生孟子的女儿嫁到了鲁国 而宣伯的女儿则嫁给了齐侯做小老婆 于是有一天 生孟子的人又来相邀了 宣伯 太后又想她女儿了 宣伯心说 想什么女儿啊 摆明了是想我了吧 宣伯于是进宫 生孟子当然不会客气 只把个宣伯折腾得筋疲力尽 这才算消停了 生孟子就问了 哎呀 亲爱的 好像今天兴致不高啊 有什么心事啊 宣伯嗡了一声 没说话 宣伯的身体素质一向不错 但最近这段日子过得有点艰难 你想想看 在鲁国的时候 那边的沐江也是生孟海鲜 天天把宣伯拢在后宫里 一天不来几次那是过不去的 如今到了齐国 这位生孟子也毫不逊色 每天想一次女儿 那是至少的 有时候一天还得想好几回 原本就算辛苦一点 宣伯也觉得是苦中有乐 可是从前跟生孟子 那感觉那是路边的野花不彩白不彩 搞个一夜情还挺刺激 如今搞成了例行公事 弄得自己跟牛郎似的 那感觉那就大大不妙了 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嘴上是不能这么说的 不过这种状况 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 宣伯人间蒸发了 当然 宣伯是被逼的 生孟子是麒麟公的妈妈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宣伯是被齐侯他妈给逼的 让生命的空间隐身 听世界 宣伯知道 在齐国待下去 只有两条路 而两条路都是死路 别人说是死路一条 它是死路两条 第一条路就是死在床上 而且很可能就死在了生孟子的床上 第二条路就是死在不知道什么地方 也就是俗话说的 肆无葬身之地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作为一个外来公 老老实实过日子 那是没问题的 和国君的老娘上上床 也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从齐国到鲁国 连国君自己都知道 谁在和自己的老娘胡混呢 不过 大家都睁着眼闭着眼 但是 一旦这个外来户不在床上混 而在官场上混 那就离死不远了 宣伯知道 这生孟子为了笼络自己 迟早一定会让自己当齐国的亲的 那也算是自己对他的贡献的回报 但是 如果宣伯当上了齐国的亲 这后果呢 就是引起齐国人的公愤 到时候 只怕自己连怎么死都不知道了 所以 宣伯只有逃命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据说 后来宣伯逃到了魏国 结果同样享受亲的待遇 而魏宪公的老娘也很喜欢他 至于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发展吗 这个谢涛不好胡说 因为史书没有记载 换言之 宣伯在齐国和鲁国胡混的事情 那可是有明明确确的史书记载的 现在宣伯已经不是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 宣伯跑了 这个生孟子怎么办 他会空虚吗 如果他要空虚的话 他用什么来填补空虚呢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宣伯人间蒸发了 生孟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 如果他知道宣伯去了哪里 他宁愿抛弃这里的一切追随而去 还好 空虚的时间不算长 又一个美男子很快出现了 填补了宣伯离去造成的空虚 这个人是谁呢 在说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请姓庆和姓赫的朋友注意了 庆就是庆赫的庆 赫就是庆赫的赫 因为这一位即将出场的朋友 就是姓庆和姓赫的朋友的祖先 这个人的名字叫庆赫 庆赫的庆 克福的克 这庆赫又是什么来历呢 说起来庆赫是庆父的儿子 有朋友要问了 庆父 鲁国那个庆父吗 庆父不死鲁难未夷的庆父吗 他的儿子不是公孙敖吗 之前讲的白讲了 您弄错了 这个庆父不是鲁国的庆父 是齐国的庆父 这个人的全名叫公孙庆父 当年春秋第一霸 齐桓公大儿子叫公子吴亏 公子吴亏的儿子 也就是齐桓公的大孙子 就是公孙庆父 而公孙庆父的儿子呢 就是庆克 从这个角度说 庆克是齐桓公的曾孙子 当然对于这一点呢 后世也有人讨论说 其实庆克不是吴亏的孙子 而是吴亏的儿子 这种说法呢 其实还有疏漏的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齐桓公的儿子 公子吴亏死于公元前 六四三年 而我们故事所讲的 这个时代呢 是公元前五七五年 也就是说 如果庆克就是公子吴亏的儿子 那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庆克 起码六十八岁了 哦 六十八岁 大爷了 这生蒙子四十多岁了 去勾搭一个六十八岁的大爷 说不过去吧 况且这六十八岁的大爷 能经得起生蒙子的折腾吗 三下五除二直接毙命啊 所以从年纪上来说 这个庆克不应该是公子无亏的儿子 是孙子才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庆克为什么还是姓赫的祖先呢 到西汉末年的时候 庆克有个后代 叫庆淳 淳姐的淳 官拜适中 为了毕汉安帝的父亲 刘庆的名慧 所以就把自己的姓庆 改成同样意义的赫 所以自古以来 庆赫就是一家 到我们用词的时候 也说庆赫庆赫 同样道理 两者就是一体 话又说回来了 这个生蒙子怎么搭上了庆克呢 放一放再说 吊吊您的胃口 我们这里还差一段故事没说 自从宋湘公福利齐孝公之后 习国的事情还没交代完呢 我们先把这一段和大家交代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年夏天热的穿不过气 日子香水蒸气 上气不见下气 幸好我遇见了你 写点写地 一阵刻印和西 因为你所以气息 好想被晒到头晒 喝一口三枚冰 暂时找到重心 可以送一口气 虽然无关心 你偶然终成休息 谢谢你让我放我的心 难得风冰浪静 难得风和日丽 难得青 难得雨 难得生命里有过你 难得有你可以 让我认得记得值得 难得 一年总有一天 我的好天气 只能用八千分之一秒留恋 你是你的胆眼 迎接黑白地篇 暂时与城市之间 等于时间 有些过眼云烟 来不及调整光圈 爱要的只是太明 不需要多聪明 不是一见钟情 就难一言为定 过去还过得去 只是难免可惜 可惜不能为你而美丽 难得风平浪静 难得风和日丽 难得青 难得雨 难得生命里有过你 难得有你可以 让我认得记得值得 让我认得记得值得 难得 难得 难得风平浪静 难得风和日丽 难得青 难得雨 难得生命里有过你 难得有你可以 让我认得记得值得 难得 听说明天要是一个好天际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